對 好 首先呢 先把這一個 對折 不用那麼大 對折之後呢 就是這麼大 然後接下來 再對折就可以 折出中間這條線 再對折 可以中間這條線有了 旁邊這一個 那就是一樣 剛剛對折之後 再對折 這樣就會有三條線 因為折的四折 1 2 3 4 好 打開 打開就 先看不清楚 1 2 3 那接下來呢 再從 中間 先 往另外一方向這樣對折 這就是中間這一條線 那一樣 再對折就會有另外兩條 所以總共有四個 再對折 這樣子 打開來之後就會有 像這樣子 共四個 橫也是四個 直也是四個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動作就是 這個 中間的這邊 這一點 跟這個 對 對準要折一條線 也是這一點 這一點 跟這一個 折一條線 好 另外一個也是 這邊 跟這個 這一點跟這一點 這樣折 另外兩邊也是 就是 這個 另外一邊 轉過來對稱 再做一次 開始 這樣子 就是把 現在這個 這個網路呢 折開來了 那接下來就是 從這兩邊這個 V字形開始 開始 開始 先弄這邊的V字形 然後這邊的也是 兩邊的V字形出來的 再稍微把它打開來一點點 然後把中間這個 往下壓 稍微往下壓 把這個角弄得比較 明顯一點 明顯一點 這樣子呢 筷子就可以放了一個 這樣